有很多人邀请我今天早上给这个讲座 今天早上想介绍的主要是天文的行星探测计划 首先大家可能觉得香港是否有没有人做这方面的研究 但其实我们这几年香港大学都不停增聘了几位同事 所以我就首先先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在香港大学 属于地球科学系 都已经有好几位同事做在恒星科学方面的研究 除了我之外 我自己主要是做动力学和恒星形成方面的研究 另外有几位同事例如李一良、Joseph Machowski和刘嘉诚 他们主要是关于特别与今天有关的研究 就是与火星方面有关的研究 另外我们有两位同事姚中华和曾兵征 他们是做恒星、恒星、恒星方面有关的研究 所以到了这一两年我们就增加了很多同事 是关于恒星科学的研究 所以我今天讲的如果是在香港有关的研究 可能是其他这几位同事有关的 我希望我记得会介绍一下其中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我所说的研究 当然在这几日的新闻和外面的展馆 主要是关于中国载人方面的航天工程 这一方面的航天工作在中国的航天体制中 就是属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处理的 我今天想讲的是不是有人去探测太阳系 而是其他星体的任务 这个主要是中国国家航天局负责的 在中国国家航天局有两大的计划 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就是探月方面 全部是归纳所谓的常俄工程 常俄工程来到这一刻已经有常俄1至5号发射过 也很成功 最近的4号和5号大家这几年的新闻会听见的就是 4号是在2019年的时候 就是成功在月球背面人类首次远着陆 也很成功 它登陆的地方也是比较特别 所以是很有科学价值的 另外就是再近期的常俄5号 就是在2020年12月的时候登陆了月球 然后采集了样本 然后将样本带回地球 这些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我今天想集中讨论的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除了月球之外 其他太阳系的星体就在中国有个叫中国恒星探测的项目 在那个项目所发射的探测器就是属于所谓的天文系列 现在成功已经完成的就是天文1号 我今天会讲解一下天文1号的历程和科学成果 接下来就已经在计划到天文4号 我就会讲解一下将来的计划会做些什么 我未解释这些成果之前 我就想先很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认识的太阳系里面有什么 还有有什么重要的科学问题 这才可以大家清楚地理解到天文1号和4号 为什么他们选择了那些目标 太阳系当然最明显就是有太阳 太阳系叫做恒星永恒的恒星 其实整个太阳系里面的质量大概99.8%都是在太阳里面的 因为太阳是够大 所以在核心中间的温度和压力够大 就可以有所谓的热核反应 热核反应就是会把氢原子转为氢原子 从那个方法就可以释放到能量 所以为什么太阳会发光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除了太阳之外 剩下0.14%的质量 那0.14%的质量 就是在其他小一点的星体 那些星体太小不会有热核反应 除了太阳之外 太阳是其他的星体不会自己发光 能量发光的 你看到在天空中只要是因为反射太阳的光 除了太阳之外 最大的星体就是八个恒星 另外我也会简单介绍一下 有其他很多小的星体围绕着太阳运行 这八个恒星是顺着太阳离开太阳的距离 而这张图里的相对大小也是正确的 在太阳系内有四个小一点的恒星 就是水星、金星、地球和佛星 然后到外太阳系就有四个大一点的恒星 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 从这张图里已经很简单 我刚才说过 你会看到有两大类的恒星 就是在内太阳系有四个小一点的恒星 然后在外太阳系有四个大一点的恒星 它们除了大小之外 构组也是不同的 四个内太阳系小的恒星 大家会称为内地恒星 因为它们的构造和地球的构造差不多 这张图你会看到它们的大小的比较 你会看到四个最似地球的金星 它们的内部构造就是和地球差不多 所以它们主要在核心是金属 然后外面那层就是岩石 至于它们有没有大气层 我当然会再说一说地球是比较特别 因为大气层主要是有很多氧气 但如果你看看金星和火星 其实主要是二氧化碳 但它的厚度是相差很多的 所以如果你看看金星 我们平时看到的可见光影的照片 基本上是看不到地面的 原因是因为金星是一个很厚的大气层 你只会看到整个大气层的云层 是覆盖了整个金星 你是看不到地面的 它是一个很厚的大气层 而且大气层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 所以它的温室效应比地球更严重 是有一个叫做超级温室效应 Runaway Greenhouse Effect 所以如果看金星的地面 平均温度是到400多度 所以如果人类想有太空船 想登陆在金星 其实是很难做到的事 到现在只不过是有几个成功 也很久之前成功登陆在金星 只是运作了很短时间的登陆仪器 比较容易的就是围绕着金星的太空船 用不同的方法 比如用雷达 我们可以详细地评测到金星表面的地形 下面的照片会看到是用这个方法 探测到金星的地面是怎样的 大家经常听见火星 我也会解释为何火星是如此重要的 现在的大气层是很薄的 就算相对于地球也是很薄的 但主要是二氧化碳 但因为它这么薄 基本上没有太多温室效应 所以它也离开太阳比较远 除了地球之外 更远的就是火星 所以它平均地面温度是很低的 差不多是零下50度左右 除了因为平均温度低之外 因为大气层很薄 所以火星日间和夜间和冬天和夏天的温度的差别是很大的 但是主要的温度都是零下以下 所以因为温度是太低 虽然说是零下 但是因为压力是很低的 所以就算有水在表面的话 基本上不会看到有液体的水 如果在火星表面有水的话 主要是以固体冰的形状况 你会看到现在的火星会有水 所以除了刚才看到的地貌之外 如果你去看这张照片就看不到 如果你看看火星的南极和北极 它们都是有冰盖的 下面那张照片你就会看到 冰盖除了是水的冰之外 因为火星南北极的温度够冷 不单是水甚至氧化碳都会结成冰 就是我们平时会说的干冰 所以冰盖除了水之外 是有二氧化碳的冰 另外我们看火星的地貌 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有很多很大的火山 那些火山已经不是活跃了 主要全部都是死的火山 刚才那张照片你会看到 这三个都是火山 然后这张照片就看不到 最大的火山就是奥林匹斯山 现在我们知道是在太阳界里面是最大的山 它高度是差不多24公里高 右边那张照片就在上面看下去 所以我们知道火山早期有很多活跃的火山活动 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这张照片就是用激光探测火山地貌的情况 就是地面的高低 你会看到其实很特别的地方就是 火山的南半球和北半球是完全不同的 在南半球你会看到红色和橙色的那些比较高一点 还有你有看到很多圆形的圆石坑 那些圆石坑主要是围绕太阳的小行星 它们在不同时间会撞到地面 所以如果你看到地面有很多很多圆石坑 就告诉你地面的年龄已经很老了 如果很少圆石坑的话 就是说地面的年龄是很小的 就是可能是之前有些地质的活动 然后将地面已经转变了 然后再慢慢有些圆石坑 你就会看到在火山的南半球比较高 还有很多圆石坑 所以地面的年龄比较大 而在北面主要是蓝色 所以地面的年龄比较低 也比较少圆石坑 所以年龄应该是比较小的 这是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火星的南半球和北半球有这么大的分别 另外,为什么火学家对火星这么有兴趣呢? 就是因为由最早期的太空任务 我们都已经看到很多在火星的表面 有很多不同的地质 如果你在地球看到的话 就很明显这些是因为水 尤其是有很多很多水 所在地面流的时候会产生的地质 左边左上角的那封相 如果你看到地球就会像河流的干了河流 右边右上角的那封相 就是地球会像洪水 会形成这一类的地质 再近期一点 因为现在有登陆在火山的探测器 我们要拍到的相片 就会看到下面的那幅相 就会看到有些石 如果你在地球的话 那些石就是在地球的沉积岩 也是经过流水所形成的沉积岩 所以波学家现在对火星这么有兴趣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火星很明显在早期的时候 在表面有很多液体的水 这个是重要的问题 因为科学家现在的共识 其中科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除了地球以外 有没有其他地方可能会有生物 大家的共识就是 如果看地球 所有生物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需要液体的水 所以现在科学上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其他地球以外 有没有其他地方可能有液体的水 然后你可以问 如果有液体的水 那些星体有没有可能在以前 或者现在还有生物 所以一直以来 由火星开始探测之后 已经一直对火星很有兴趣 所以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太空任务去过火星 另外很有趣的是 甚至最近火星现在 我刚才说在表面不应该有液体的水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科学证据都告诉我们 在地下应该有很多水 那些水可能是冰 或者是所谓含有水的矿物 但是太空船有拍到一些照片 就是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间 可能是几年之内 就会看到它的地码是有些改变的 有一部分的解释就是 可能是因为间中有些情况之下 在地下的水会涌上地面 那就会改变了 你就会看到一些痕跡 可能是因为水流了上去地面 但是这个大家好像都不完全有共识 是因为这样所以产生 但是基本上大家都觉得 知道现在 以前有很多液体的水 然后现在应该在地面 地下仍然有很多冰 或者含有水的矿物 历史上 由太空任务以来 已经有很多不同的任务去探测火星 第一个最早的就是水手4号 1965年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情况之下 就是第一个去探测某一个星体的时候 通常第一个任务就是飞过星体 基本上飞过星体的时间 只是很短的 在短的一两天之内 你就要做完所有科学的探测 然后再下一个任务就是 将太空船围绕着星体行 火星第一个就是1971年的水手9号 你围绕着星体行 当然可以很长时间观察星体 但是你仍然是用遥控的方法去看 然后下一步就会登陆上升体 火星第一个成功登陆的就是1976年的 维京一号和二号 到再迟些 就会开始可以 除了登陆的地面之外 可以有辆车可以一直去不同地方探测 因为如果你只是在某一个位置停下来 你可能在某一个位置看到地质 你便没有办法看到 如果你上机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你便没有办法去到 但是如果你有车的 便有机会可以去到 这个再到1997年 便会成功是,第一个会 集中会有火星探测讯士,接下来 直到现在便 paper Toward 一直有不同类型围绕 的火星飞行器和火星车 一直都在迫登陆的火星 当我们先说到天文1号 目标就是火星 其实在这张照片里面你都会看到这个就是足融火星车 登陆在这个位置,我会再详细解释一下 内太阳是刚才说的那些是内地行星 在外面就有所谓叫做内木行星 内木行星就是那四个大一点的 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 它们的半径比内地行星大 全部都在外太阳系 它们的构造除了它们的大小在外太阳系之外 它们的结构都完全跟内地行星不同 它们的主要构造是气体或者液体 不是金属或者岩石 木星和土星的主要结构就是氢和氦 那些氢和氦可以是气体或者液体 所以它们两个是另外叫做气态的巨行星 天王星和海王星表面有一层氢和氦 但是主要的成分就是水、氨和甲丸 因为水、氨和甲丸如果不是在恒星中 在外太阳是会结冰的 所以这三天王星和海王星是叫冰具恒星的 我已经说了 木星是太阳系中最大的恒星 除了它外面主要是氢和氦之外 现在的测量我们就知道 以及我们理论上觉得恒星怎样形成 就是它应该是中间有一个核心 主要是大概10至15个地球那么重 木星本身是差不多320个地球那么重 中间可能有10至15个地球的质量 在一个核心中主要是岩石和冰 但是其实这几年有一个太空任务 都发现了其实核心本身是有点特别的 究竟核心是真的所有的冰和石在核心里面 或者比较散化一些 对于我们怎样理解恒星怎样形成是很重要的 另外木星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它有一个磁场 相对地球来说是强很多 也有很多特别的现象是因为这个磁场所发生的 大家可能看到 通常你看到相片就看到为什么木星那么漂亮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云带 叫区和带 就有不同颜色 它是平衡的尺度 原因就是因为木星的旋转是比较快的 所以就会影响云层的状况 另外有一些很巨型的风暴 最有名的就是大红班 这个大红班就是差不多二万公里的直径 在最早期人类开始用望远镜看到木星的时候 已经看到这个大红帆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大红帆已经存在超过300年 所以是一个很巨型的风暴 有很多不同的 相对地球的风暴是有不同的 因为它是一个高压的反气旋 通常地球的风暴就是低气压的气旋 这个是高气压的气旋 而且它已经存在超过300年 所以对于我们认识大气的运作 其实要如何模仿木星的大气层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木星就是外太阳系的太空任务就比较少 木星已经是最多的 第一次有飞略经过木星的任务就是先锋10号 其实有两个先锋10号和先锋11号 差不多同一时间发射 再迟些大家可能有听过的就是Voyager 它也是有1号和2号 那个就去到70年代后期 它就经过木星 第一个真的围绕木星的飞行器就是 叫加利略号 那个就是一个很成功的太空任务 因为它是由1995年到2003年 就超过差不多8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认识的 关于木星和木星系统的知识 都很多是由加利略号到来的 另外加利略号除了围绕木星的飞行器之外 也有一个探测器就是进入了木星的大气层里面 因为木星的大气层气压很快很高 所以基本上它只是进去那一刻穿过的时候 可以做直接的探测木星的大气层是怎样的 然后很快去到深层的时候 那个探测器就会死了 所以只是一次是曾经有一个探测器 是进入了木星去探测木星的大气层 在近期在现在 就有一个叫Juno的太空船 是现在围绕着木星在运行的 也有很多有趣的 刚才我说的核心结构的科学结果 就是由Juno来的 去到外太阳系 就更加少的太空任务有去过 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质量都差不多 天王星和海王星都相当类似 他们的质量大概是15个地球那么重 刚才我说的就是他们是叫兵具行星 因为他们的主要成分不是氢和害 而主要是水、安和甲丸 唯一去过天王星和海王星的 飞行任务 太空任务就是航行者2号 这个已经在80年代了 所以80年代之后 我们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新的飞行任务 太空任务是去过天王星和海王星 但是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现在 讲一些可能和我有关 我有兴趣的研究 就是因为我做很多关于系外行星的研究 就是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我们这几年已经发现了几千个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太空望远镜 他找到很多这些太阳系以外的行星 就是一个叫开普勒太空望远镜 这张照片就是说他找到的行星 究竟大小是多少 你会看到有类似地球的行星 也有类似木星的行星 但是你会看到最多的 就是类似天王星和海王星的行星 但是我刚才说的 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天王星和海王星的 很多关于他们的本质是怎样的 其实我们真的不太清楚 所以根据这个看法 其实宇宙最普遍的行星可能是类似天王星和海王星 所以我们需要多些知识 究竟天王星和海王星是怎样的 除了围绕太阳运行的八大行星之外 有很多比较小的星体围绕着太阳行 在内太阳系就有所谓的小行星 它们的结构就是类似类地行星 主要是岩石和金属组成的 大部分的小行星都是在主小行星带 主要是在它们的轨道 就是在火星和木星之间 比如说这张照片的SIRUS 谷神星是在主行星带里面的 这个其实是最大的小行星 另外有些小行星就是在内近的太阳 对我们来说可能最想知道的 就是这些叫近地小行星 Near Earth Asteroid 因为它们的轨道会和地球的轨道有相关 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担心会不会有小行星撞到地球 最有可能的就是这些近地小行星 所以其实这几年都有很多的探测计划 就是尽量找到所有我们应该要找到的近地 尤其是近地的小行星 这几年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太空任务去探测这些小行星 除了八大行星之外 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太空任务去探测小行星 大家最近可能有听过就是这两个 一个是叫做龙公Ruku 就是有一个日本的任务 就是去围绕着那个小行星 然后是降落去的小行星 採了样本 然后将那个样本带回地球 另外有一个美国的任务 叫Osiris Rex 也是做同样的任务 採用任务 但是这个就是另一个小行星叫Banu 这两个最近可能一个月前左右 就有可能看到新闻就是Osiris Rex 刚刚将它的样本放回地球 已经开始可以做研究 那小行星为什么重要呢 是因为它们尤其是小的小行星 是基本上它们形成在太阳系 我们知道太阳系是大概46亿年之前形成的 形成了之后这些小行星基本上是完全没有改变过的 所以如果我们想理解太阳是怎样形成的话 其实是很需要研究这些小行星的结构是怎样的 它们的成份是怎样的 以及在不同地方的小行星的结构和成份有没有分别 所以才可以比较理解 我们现在有些不同的理论是怎样形成的 其中一个阶段就是经过这些小的星体 所以如果我们比较详细地知道这些星体的结构和成份是怎样的 就会很帮助我们理解 恒星和整个恒星系统是怎样形成的 除了在内太阳系的小行星之外 在外太阳系都有些小的星体 有一部分就是海王星外的天体 名字的意思就是说这些星体的轨道主要是海王星以外 最出名的大家会认识的可能是冥王星 冥王星现在我们已经不会称为其中一个层星 但是它主要是在一个叫海白带里面 海白带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星体 除了冥王星之外 有其他的大小的星体是跟冥王星差不多 但是也有很多小的星体 在外太阳系的这些星体也是很重要 小的星体也是很重要 跟小恒星Astra一样 因为它们基本形成之后 没有什么改变过 所以也很有兴趣想知道这些星体的结构和成份是怎样的 我刚才没有说的就是这些星体 因为它们在外太阳系 所以它们的结构除了是岩石 可能有少部分的金属之外 主要是有很多冰的 很多时候可能是一半冰一半岩石 除了这些围绕太阳的星体之外 我们也有所谓的卫星 这些主要是围绕着恒星的星体 我们大家熟悉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月球 但是除了月球之外 我们知道其他的恒星 也有很多恒星是有卫星围绕着它们走的 唯一没有的就是水星和金星 还有如果你去到外太阳系的那些雷木恒星 它们是有很多很多的卫星 每一个星体可能有几十个卫星 现在我们知道的总共有200多个卫星 这张照片就是告诉你 请听